可以看到我們的奇光河 前面那條是我們的博外路 關區生活節之多的Albon華里芝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期又和大家推薦我們的一個樓盤 今天是位於我們西區的晉隆惠景灣 這邊主打是我們的江景豪閘 價錢是非常之有優勢的 這邊的一個位置就是接近我們一個奇光河 我們對面就是我們的建橋棍 最下面就是我們一個海隆士江 這兩個樓盤現在已經入住了 我們惠隆灣這邊都是我們的一個驗樓 現在已經入住了 但我們現在就賣了我們的一棟單位 是非常之美的一個河景單位 這邊這個位置主要是居住的 你說雙圈呢 我們後面就有我們一個天月城雙圈 這邊開車過去大概都是四五分鐘就可以到的 門口的商店已經全部開了 我們小區自己樓下的商業都開了我們一個工商銀行 拿錢是非常之方便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位置距離我們的一個國際酒店是非常之近的 講解我們坐車四到五分鐘就可以到我們國際酒店 你也知道在香港過來中山市區正常都在我們國際酒店 你下完車四五分鐘到我們樓盤 非常之便利非常之方便 還有下五路四分鐘左右就可以到我們奇江河邊 馬上吃完飯 下一下河邊散步 都是非常之劇意的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就直接上去看看我們的一個示範單位是如何的 在示範單位之前不妨先點個讚 點個訂閱 進手分享出去 給朋友知道 在中山齋區是有這樣的一個靚盤來的 OK 那我們直接開片 我們現在就上來到我們一個實體樓 即是我們一棟這邊的一個示範單位 所處是我們的二十八樓 大家可以檢查一下 就是兩梯五火的這邊 我們先去看看最漂亮的單位 這邊三四是獨立的 這邊是三四 那邊是一二五的 我們進來看看 這邊是帶回我們一個精裝修交樓的 我們直接進來可以看到我們最漂亮的一個景色 可以看到 哇哇哇哇哇哇 我們的一個奇光河 前面那一條就是我們的一個博外路 這條是奇光河 奇光夜景就是在這邊 每年的一個核龍船都是在這邊完成的 這邊就是博外一路 即是我們的一個進頭 前面就是奇光河 所以在這邊走過去奇光河大概都是三四分鐘 即是晚一刻吃完飯 在奇光河邊走一下 是非常之舒服的 還有這樣的景色 你覺得值多少錢呢 好像對面我們的一個 香檳水岸 這個盤 相信大家很多都會看過我們香檳水岸那邊 那邊呢 主打主推是一個一線光景 但你知不知那邊賣多少錢 那邊賣的是一萬八一萬九 即是光景單位 但現在我們這邊高樓層 好像我們這些樓層一樣 看著我們一個光景單位的一個價錢 是差不多一萬六千元的 帶著我們的一個正裝修 那這個價錢你覺得怎樣呢 一萬六千元 帶裝修 看著我們的一個光景單位 是非常之不錯的 而且我們這一套 106個房間 是三加一房 即是四間房 我們再看看 這邊就有個小洋桌 看到廚房這些是標配 這邊是小洋桌 這個小洋桌是非常之好的 洗衣機就可以放在這邊 這邊雖然看不到什麼景色 但它通風和採光度是非常之好的 我們剛才進來 因為現在的時間是中的11點多 你可以看到整間屋 即使你不開燈 一個採光都是非常之美的 江西芬林洗手間 這邊就是另一間房 這邊又是另一間房 可以看到陽台和房間 這邊都是朝著我們的正南向 你看看陽光射進來 你也知道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光景 這些監獄也是的 即是送了一半 可以看到這邊是送的 然後就是主任房位置 可以看到 一樣是乾濕分離洗手間 都做得比較簡單 它的房間不算太大 但完全是夠用的 可以看到房間也是非常之美的 一萬六千元 大裝修 總價大約是一百七十萬 你覺得這個一百七十萬 買一個美景 你覺得如何呢 還有其他單位 還有一個比較小的 都是看光景的 還有一個南北對流 雙陽台 我們去看看 看之前 記得點個Like 點個訂閱 或者Share給朋友 看看 這麼漂亮的光景單位 一萬六千元就可以買到 我們去看看 然後看看一個對稱的護形 先看看03 先看看04單位 04單位 04小了些 93個方 但都是做了三房 兩廳兩位 看看陽台是一樣的 都是有我們的小陽台 繼續看我們的光景的景色 大家可以看到陽台的景色 和剛才那個是一樣的 都是望正我們奇光河 奇光夜景 這個單位的面積比剛才那個 是小了些 這個是93 剛才的106 剛才做了四房 這邊是三房 其他都是大同小異 這個陽台是正南向的 取光大家可以看到 是真的非常之好 房間 這邊就是一個 乾室分離的射手間 這間房間就會曬一點 他也是浸送了兩個八方 接著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也是乾室分離的射手間 以及我們的一線光景 這間房間 剛才說的是大約170萬 這間房間是93 你預算是大約150萬 如果你不需要太多房間 其實93這個單位 這個景色也是非常之適合你 再看一個有雙陽台的單位 但沒有靚景 那個就便宜一點 我們一看去看 然後再看一個05單位 即是不看我們的光景單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大堂是非常之美 即是磚製造得非常之美 以及採光度 可以看到整幅的大玻璃 採光是非常之好的 而且最重要是非常之通風 我們進來看看 這間都是做一個四房單位 入門就有我們的一個入戶 你這間如果不需要那麼多房間 可以做雜物房 也沒有問題 接著可以看到雙陽台 我們先看看這邊 可以看到 哇!真是非常之開闊的一個景色 開陽的景色 可以看到那邊 就是我們的一個天月城 所以在我們這邊 過去的天月城也是非常之近的 我們是一個大雙圈 前面這裏 是我們的二祺 二祺的一個工地 還未凍工 但已經是包圍住了 二祺會有多八棟東西出來 所以加起來 都是有十幾棟的一個單位 大家可以再見一下 旁邊呢 就是我們的建橋棍 建橋棍在這邊 這邊就是我們的一個 許麟寶 許麟寶 許麟時光 樓盤也是非常之多 這邊是一個居住區域 這邊是大陽台 可以看到 這邊又是另外一個陽台 開間也是比較寬的 這邊就是沒有什麼景色 但它就是做了一個藍不對流的一個單位 洗衣機就是放在這邊 因為它廚房裡面是沒有一個細陽台 可以看到沒有細陽台 接著就把我們的房間 這間是剛濕分離的一個洗手間 這邊就是另一個房間 也不算小 再看看這一間 這間就是有光景看 接著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看到這間的一個甲隔就不同了 這邊就是我們的一個洗手間 出來這兩邊都可以做回我們的一個櫃 到時訂製的衣� 接著就是我們的一個景色 外面的景色 看出來視野也是非常之開闊 因為這邊是高層 這個單位便便宜了 一萬四千多一萬五 它是高層便宜了 可能就要去到一萬五 但你介紹下來 一個總價都是一百五十萬出頭 這麼高層的一個漂亮單位 即是沒有遮擋的視野 雖然它不是光景的 但它的性格比是非常之高 我們這個位置 剛才看了三個單位 都是比較大的 106的一個光景單位 以及93的光景單位 那兩個價錢會比較高 我們這個就是南北通的一個單位 南北通的通風度會比較好些 但它的價錢相對來說是便宜的 有聽到的風聲 真的非常之好 因為高層和對流 所以它的感受是非常之不錯 所以你覺得我們這個單位如何 是西區這邊的 在天月城的一個國際酒店 這邊的國際酒店也很快 大概你開車五分鐘便可以到 所以你說交通是方便 玩是玩的方便 門口就是奇光河 到時晚餐吃飯 下去逛逛逛奇光河 都是非常舒適合意的一個感受 它的光景也是比對面一個 香巴水岸便宜了 便宜了大概是兩千元 一萬六千元 買大精裝 還有一個光景的陽台單位 還限時浸送我們一個全屋的家司家電 你覺得這個價錢如何 這個單位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撥打我們上方的連繫線 叫Albon 或者掃描上方的QR Code 連繫我們 我們過來現場替樓 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今期節目到這邊 下集結束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